2号 我们是王先走 谢谢 年节期间 民进党立委苏巧慧跨区陪准总统赖清德 到中和参乡祈福 被解读是要备占2026地方大选 因为国民党先北市长侯永宜 跟台中市长卢秀燕任其届满 绿营评估这是夺回执政的大好机会 党主席赖清德预计将全面启动出选 希望我能够扩大服务 服务更多台中的乡亲 那所有的意见 所有的鼓励我都心存感恩 新北市部分苏巧慧呼声高 参加初选有机会胜出 国民党则是全国最高票 洪孟凯有意挑战 台中市方面立委何欣纯 被民进党视为目前实力最强人选 国民党则是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成 台南市多名律委都有意挑战 高雄部分局系赖瑞隆 政国会林黛化被点名 而国民党则是柯志恩在战 我们只能是把自己变得更强大 变得更壮大 那至于白银要怎么样做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目前 所以可以来去思考的 不讳言未来都要面对撒喀都 蓝银党内人士也提醒 以后是否要蓝白盒 必须慎重考虑 若长期跟民众党合作 会让外界把白银当成小蓝 届时在2026大选 可能会瓜分蓝银选票 影响到县市首长选举结果 刚刚选完 我们就好好做事情 尤其我们在15个执政县市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 所有的市政县政做好 今年才是2026还早 这一段时间 很多情绪都会变化 所以到时候再讲吧 面对2026地方选举 蓝绿白都要先把握当下 在新国会跟520新局 持续争取选民认同 三天兄 黄一姐 柔博台湾